金光閃閃的飾品擺出來獻殺眾人 項鍊 戒指 還有大顆的金元寶超級喜氣 但是價格也是很驚人 在尾巴衝突升溫之下 全球避險需求激增 保值的黃金順勢看漲 那在這個尾巴戰爭爆發之後呢 那黃金呢開始呢 從底部開始噴出 全球的這些所謂的央行們 在這幾年呢 事實上是去美元化 所以他們賣掉美元之後 增持許多黃金 那上半年度全球央行 也買了387噸的黃金 那其中第一大買家就是 中國第二大買家是新加坡 10月30號黃金現貨盤中價格 一度來到每盎司2007美元 已經是連續第三週上漲 國際金價在10月27號 更突破2000美元大關 也是今年5月以來首見 翻開上次金價歷史最高價位 是在2020年的每盎司2075美元 市場分析黃金如果維持這種漲勢 可能在這個月創下2020年7月以來 最大單月漲幅 所以我認為短線投資者或投機者 應該是逢高獲利了結 可是中長線布局者 我們認為呢 跟隨著全球央行的角度 這時候的黃金呢 應該是你資產配置裡面重要的一環 自從10月7號 以巴衝突爆發以來 黃金現貨價格已經上漲超過9% 恐慌指數飆升 市場避險需求 讓黃金成了資金的最佳避風港 歡迎新聞車子熊 求子靈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